女主人抱起一只小二哈冲着镜头炫耀 经典配色加上犀利的眼神 打眼一看血统就挺纯正 可在仔细观察下 这哈士奇怎么还长了两片大耳朵 忽闪忽闪得像拉布拉多一样 原来差不多两个月前 主人家的拉布拉多跟哈士奇修成正果 生下了一窝仔仔 可能是爸爸的基因过于强大 导致小奶狗们从外表上看 整体模样还是偏向于二哈 唯独两个又大又扁的耳朵 出卖了妈妈的巡回犬身份 按理说只有老公有孩子 还不需要自己打工养家糊口 生活应该充满了阳光才对 可从狗妈的表情上看 简直快要把仇字刻在脑门上了 因为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布光有他老公 甚至还有他老公的前女友 更过分的是 自打拉布拉多生完孩子 前女友就强行霸占了他的窝 每天跟小狗黏在一起 仿佛他才是亲生妈妈一样 不管谁从门口经过 哈士奇母狗都会紧盯对方的举动 然后牢牢护住洞口 不让任何人靠近 考虑到自己单打独斗有些困难 拉布拉多就去找老公诉苦 试图让对方帮忙抢回孩子 可在抚养权这个问题上 哈士奇妈妈虽然不站立 但也绝对不会妥协 最后夫妻俩二打一 都没能取得胜利 就只能任由小偷躺在门口 替他们完成家长的日常工作 而这个过程中 唯一值得庆幸的 就是崽子们已经两个多月了 可以正常地吃狗粮泡奶 不用天天蹲在妈妈屁股后边 讨要奶水 其实孩子刚被抢走的时候 拉布拉多脾气要比现在暴躁不少 他那会儿也尝试过硬碰硬 就坐在自己的窝里守着狗仔不走 可结果却是当着孩子面 挨了劈头盖脸一顿胖揍 最后灰溜溜地被骂跑了 连续几次后 拉布拉多的心态也放平了 既然自己不顶用 老公还帮不上忙 那就向主人求助 他现在只要看见哈士奇上门抢娃 就立马一个跳跃逃到围栏外边 等着主人出来寻找自己 双方一起回到围栏附近时 狗妈会故意绕着外面走上一圈 让主人跟随自己好好看看 那条二哈都干了什么缺德事 鉴于主人在场 哈士奇母狗就是再生气也不敢发作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 跑回妈妈身边 围在肚皮下方享受家餐 然后又眼红 又嫉妒地好几嗓子泻粉 不过这种情况 仅限于主人在场 当围栏里只剩下三条狗 跟一堆崽子的时候 哈士奇又会开始称霸 他直接将狗妈赶到了外面 继续强占民宅 跟孩子们贴在一起 而倒霉的拉布拉多 因为放心不下 最后只能顶着被监视的压力 将就着趴在门口 至于狗爸早就无心参与纷争 远远地躲在了一旁 因为这三条狗的关系 实在过于复杂 幼宰们也要每天 被两个妈轮换照顾 所以安全起见 男主人还是请了位兽医上门 让对方帮忙看看 小狗的健康情况 顺便咨询一下 这种抢孩子的行为 会不会给母狗造成什么影响 给幼崽们做完检查后 医生在那只哈士奇母狗身上 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对方明明没有生过孩子 却产生假孕现象 分泌出了奶水 而这个举动足以说明 他是真的把那些小狗 当成了自己的幼崽 一直在用认知里 最好的方式抚养 而且绝对不会伤害他们 最后接受检查的 是最辛苦的正牌妈妈 拉布拉多整体来看比较健康 虽然他并不愿意 但哈士奇的确帮忙 分担了一部分 看孩子的压力 现在唯一需要注意的 就是奶狗们已经开始长牙 不能再让他们喝妈妈的奶水 否则会把肚皮咬得全都是伤 至于该如何处理 两位妈妈间的关系 兽医倾向于保持现状 毕竟目前并没有出现 特别危险的行为 所以相互帮忙 分担一下看孩子的压力 对两条狗来说都有好处 而且他推荐主人带几条狗 一起出去玩玩 让他们多互动 多培养感情 说不定情况会进一步改善 遵循医生的嘱托 男主人第二天 就带全家一起去了海边 几个小家伙第一次玩水 高兴得都快蹦起来了 而狗妈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放 当主人把牵引绳松开 放他们自己在大桥上奔跑时 两条母狗全程都腻歪在一起 把老公跟娃都抛到了猫后 当天晚上回家 男主人更是看见了不可思议的景象 两位妈妈跟六个孩子 躺在同一个窝里 这回谁也没有监视谁 全都闭着眼睛睡得香甜 而帮不上忙的狗爸独守空房 这个小家庭终于回归了安宁与平静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该说不说啊 这哈士奇跟拉布拉多串一下 李哈士奇跟马尔基斯串起来好看多了 先前那马尔基哈 是真的全炸毛状态 只能从毛色上分辨出 有一点二哈基因 而且妈妈的品种也不是特别纯 至于这一窝小狗就混得相当漂亮了 比我在网上看到的图片都要清秀 但说到这儿也要好奇一下了 二哈跟巡回猎犬其实都爱拆架 这俩混一下的话 调皮导弹的能力岂不是超级加倍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